几周了几周了 哎呀几周了 大家好我是老叶 本来我是想在这个地方多住几天吧 就是休养几天吧 没想到这个地方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安静 旁边呢它是那个活动中心 就是好多人晚上在这边 在这个里面活动打篮球啊 还有打羽毛球啊之类的 虽说不是特别吵吧 但还是有人在这边的 挺冷的这边啊 然后呢它这边啊就是 这个人啊时不时的会从这边过去啊 来来回回 然后旁边不是有个路吗 它那个大货车也是挺多的 就是很响啊 我记得我21年来的时候 大概是晚上的八九点之后 这边就非常的安静了 就几乎是听不到什么声音的 好了 装备收拾好了 现在准备到镇子上面去采购点补给啊 然后等一下就又要穿越170公里的那种沙漠无人区吧 希望这170公里之内啊 再让我找到一个合适的那种铁闭房啊 或者是一个能挡风的那种桥洞啊 在那边多休息几天吧 确实有点想休息了 不想再起了 休息几天再起了 然后这个是厕头打的水啊 是6升 这个呢是买的水啊 是5升 喝的是足够了 这边还有一升多吧 然后等下再铺一遍吧 有面了吗 有面了吗 哦 有面了 刚刚那碗面便宜啊 20块钱 我也觉得奇怪 怎么突然就降价了 可能是这边餐馆开多的缘故吧 现在去买点菜 哇 哇排骨 二十七啊 买了大概三天吧 两三天的菜吧 买了点肉 我怕坏掉了 这个洞是冻的 买了一点点肉 然后还有一点签脏 这种天是最容易坏的 现在没冰的话 只能去超市买冰棒了 好了现在买好所有的补给啊 但我还是想买一个瓜啊 不过我确实装不下了 你看那个西瓜 哈密瓜 装不了了真装不了了 11点48了出发了 前面过了检查站 现在就是一百七十公里的茫茫隔壁滩了 好像是连个草都看不到的 这边还暂时有一点那个密话哦 刷了一下身份证 欢迎您再次光临冷湖镇 下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哦 这个冷湖镇啊 现在方圆几百公里啊 全是没有什么人烟的 都是沙漠戈壁滩啊 都是沙漠戈壁滩啊 前面过了那个围墙 就正式进入沙漠戈壁滩了 有点冷哦 确实啊 连根草都没有哦 有点冷湿 那是几百公里 一根堂创的 不可能 有点冷湿 这样的国际 现在来看 有点冷湿 在这边 我们不在这里 说明了 更多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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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保护站还没建起来 就是没有这个房子的 好像是没有的 我隐约的记得 如果那个地方没人 而且车子可以进去 那我今天晚上就在那个地方露营了 不走了 而且这边还有一个油田通信 移动和电信都是满格 公益林苏冠湖保护林 哦你们也是旅游的是吧 对对对你是在那里 没有我我我来看看 你是那里游的 对你们今天这么早就在这录影吗 今天晚上在那里游的 哦这挺好的呀 今天晚上让给你们 你不住吗 你们不住吗 好了那么我先把帐篷搭起来 然后再把我的太阳能电板拿出来 再晒一下 这么好的太阳啊 这个地方可能选的不太好 但目前我装备已经卸下来了 我就不想拆了 你看这么大的风 这晚上怎么睡觉呢 我还得把它拉住你看 而且时间还很早 既然之则安之吧 帐篷已经搭起来了哦 风大也没办法了 那么我现在帐篷里面先休息一下吧 晚一点再出来做饭 希望晚一点的话 把那个风会稍微的小一点啊 这样大的话 这个晚上肯定是没办法睡觉的 哦这样肯定不行的 这样晚上没办法睡觉还是个棋子 然后做饭也没办法做 这么大的风啊 根本就没地方挡风啊 所以呢我现在还是决定 把帐篷收了吧 花一个多小时吧 收了吧收了吧 然后继续往前面找吧 看看有没有铁皮房之类的 我把帐篷的那个 层子都拉起来了 还是不行啊 就噼里啪啦一直在那边响啊 这根本就没办法做饭了 这个角落里面好一点啊 啊这个角落里面风更大 这好像就是所谓的瞎折腾吧 瞎折腾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 好接着绑接着收拾 装备收拾好了 然后再剪点这个煤啊 这个煤风化有点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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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够一顿就好了 好就这边吧 本来可以看看这美丽的苏干湖 你看 好看 现在哪个煤风化有点严重了 这个煤风化有点严重了 这个煤风化有点严重了 补坐 哪里有点严重 他也有更基硬 怎么说 叫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了一个铁皮房 我以为还在 没想到我开到那边的时候 那个铁皮房已经拆掉了 然后现在 冻的没什么直觉了 哇 这个冻的有点太夸张了 现在这边看到一个 还是油田通信 信号塔 现在就指望这个信号塔能进去了 在这个下面露营了 我发现啊 这个四周很多的 动物的粪便 那肯定有野生动物的 车子 完全可以进来 可能 不好进来了 你看 监控都有了 两个监控 这边还堆放着材料 锁了 哇 里面好耶 超级好 你看 他这边还有个监控 锁了 进不来 哎呀 太可惜了 这里面非常好啊 上面要翻一个很大的崖口啊 距离前面最近的一个阵子的话 有33公里 问题应该不大 主要是太冷了 前面也还有一个信号塔 我过去看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在路边啊 42公里连续下坡 你已进入甘肃公路 两管段 前面就进入甘肃了 阿克赛县城的话 还有50公里啊 这个下坡下去就是县城了 大人的关系 在这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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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面 在这边的人 阿克萝培上了 你不应该是尽的 在这边的人 你不应该是尽的 没想到 你不应该是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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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这边差不多是半山腰距离下坡的话距离连续下坡的话大概是还有三十公里左右吧二三十公里吧 然后我在这个这边是中了好多监控啊看到一个这样的铁皮房啊 然后这边他这个门是没有锁的你看可能锁了或者是被人搞掉了还是怎么的 哇没用啊这里面全是装了那个好像是尿素还是什么 很浓的一股尿素的那个味道 啊接着走吧我还白高兴了 前面呢应该是那个省界的那个检查站吧 看看能不能露营哦 我好像找到飞机房子了 还好呐 玻璃全都碎掉的那肯定是废弃掉的 有两栋哦 呃前面呢大概是三公里左右吧就到阿克赛的县城了 我今天都打算骑到县城里面找那个就是房车营地去了 就是停车场啊之类的 没想到在这里让我遇到一个这么好的 先看一下哦这里进呢我估计是进不去的你看 后面好像有门哦 哎这个里面哇这里能进哦 哇这还有一双女士的鞋 哎帐门带在这里也可以哦 就是两头通风而已 那个里面呢 哇这里也可以耶 哇太棒了吧 今天这个 你看 有点可惜的是 它那个玻璃碎掉了 挡不了风了 到那边看一下 哇太棒了 看来可以在这个地方多修整几天了 而且离县城也很近啊 你看这里可以啊 地上也没有什么不干净的呀 你看 哎呀刚刚说了 哎不能跨啊 找一间干净的 每一间都有奇怪了 外面这么这么的宽敞 它不好吗 非要到这个里面来吗 哎 你看 这个地方这么干净 肯定是被风吹掉的你看 正好这个玻璃碎掉了 这一间目前来说 这一间是最干净的 确实是最干净的 我再看一下哦 搞心坏了 这一间怎么说呢 你看哦 它这里全是很干净的 都是被那个风吹掉的 都是被那个风吹掉的 哇 这还有水呢 你看 哈哈哈哈 这个里面我估计它是有人住在那个里面的 哎也没有啊 你看 没人啊 看看能不能进去 哇 这也都个门 哇 吓我一跳 可以进哦 我总感觉这个地方还是有人的 今天的水算是白坨了 坨了一百多公里啊 一百七十公里吧好像是 我都不知道这边居然会有水 好了 赶紧的 七点多了 一会儿又天黑了 这边我估计八点半就天黑了 好了 摩托车推进来了 我选来选去还是选这一间哦 这一间面对那个路边 就是他们的大货车什么来啊 灯啊 摄过来啊 这边最明显了 就是这一间了 但是我感觉这一间是最好的 看看 因为最干净 行吧 那就搭在这个地方吧 风大就让它大吧 至少目前来说是没有风哦 好了 帐篷已经搭好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做饭啊 这个帐篷还可以挡一下那个风啊 可能是我太挑剔了吧 选了一间最风最大的一间 不过这个地方比起那个树冈湖那边要好很多很多了 你看对吧 然后就在这里做饭吧 用那个柴火炉啊 今天啊就炒一个猪肉 还是大大会哦 猪肉 青菜 还有胡萝卜 还有这个千张啊 这个千张把它切得细一点 就会当成面来吃了 买了三张 等于说是炒千张 好 先将这些肉给切一下吧 好了 所有的配菜都切好了哦 现在 开始炒菜 我感觉这个柴火炉炒起来它特别香啊 真的特别香 今天在路上我也看到好多很大很大块的 应该是运煤车掉下来的 这种煤菜 多了一点纸吧 听中路那个大哥说 他说这种煤你用纸它都能把它变来 纯度很高 多了一点纸啊 拿到点酒精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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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煤啊 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好着啊 不太好着 我在外面就剪了一点 自己的那个筷子 这种煤应该是比较耐烧的 它适合炖鱼啊 炖鸡啊 什么的 哎呦 多了哎呦 不过我觉得这个煤啊 它那个火力没有那个柴火吗 好 好了 炖鸡了 先加入这个姜蒜 还有这个鱼椒 炖鸡 炖起吧 放入香味后 然后加入这个猪肉 这三块没足够一顿了 我感觉这个火力还不如我那个气流足了 然后再加入这个胡萝卜 火力还行啊 它怎么就起不来了 然后呢再加入这个千张 这个千张其实应该放在水上面烫一下 捞一下就捞 然后再加入那个青菜 有点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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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臉都要壞掉了 都要怎麼了 又要換了 你看一下子亮一下子放得亮 然后再来点水吧 越来越简单 来点加油 好 我还 vais开的 一点 刘萝卜 刘萝卜 美瓦 嗯,終於補充了 外面好像來了一輛發電的車 補充在幹嘛 炒千張,還真是第一次炒這玩意 我昨天不是煮了水煮肉片嗎 我感覺水煮肉片加在這個裡面的千張超好吃 所以我今天試一下這個 免得味道還不錯 而且這個可以涼拌啊,什麼都可以 很好看 然後這裡也有很多 他就想說了 因為這兒是有很多人 很久不見 他都想吃了 因為他都想吃了 更多吃了 奇怪 又要吃了 又要吃了 耶 又要吃了 又要吃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